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黄石堂 堂主 还有各位贵宾 这个有雄工的校长 有医研 还有这个缠奏的这个 这个古增的笛 还有恶福的老师 另外还有我这个旧女 大家晚安 在家里就是六点四块 现在已经六点四十了 本来这个堂主呢 要我到这个旧母的地方 她的家去一下 那只好这个下一次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要 还要回台中 今天晚上要赶高铁回台中 所以这个旧母的家 那就特别以后特别专产 来高雄的时候再到她的家 另外这个堂主呢 在这个屏东万丹 她买了一个房子 她希望我去她的家看风水 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去看 因为再去看风水 回来我们就 就等于吃宵夜 不用置换了 只吃宵夜 屏东万丹 从这里去 从这里去要多久 二十五分钟 二十五分钟 那去一点还要看呢 至少要看一个小时 回来再二十五分钟 就两个小时 差不多吃宵夜 那今天安排的这个节目 是很特殊的 有献哈达的 还有 有这个任这个 鼻子义母 又有武增 又有迪 又有二胡 谢谢他们 这个 他们一谈的时候 这个 仿佛什么都静下 差一点人就进入梦乡 这个心 往这边走 非常的临近 听着 听他们谈的都非常的好 谢谢 这个堂主的安排 好 难得这个熊工的校长 也来到这里 那么熊工呢 是我高中的这个母校 高中的母校 那么我十九年都住高雄 小学就是大同国小 初中 再高是二中毕业 高中就是熊工 再来我就是进入 军校 就是现在的中正理工学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在 我在 读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 父亲呢 我在台湾电竞公司 城庄部 那么我就是 也帮助我父亲的工作 俗家 就 做城庄部的工作 城庄部是做什么呢 是台电线港 跟地电线港 东庄部 那 踩电波条 所以 草牙 草原 以小港很近 对不对 对 在哪里 这边而已 这边而已 河北 河北 草原 有十七只 还有十四只的电线港 是我立起来的 这里我实在是很熟 而且 施甲 高速三中卫 另外呢 我在 军校毕业以后 测量 第一站 测量 小港机场 我住在 大平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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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畢業以後第一站就在測量這個大坪頂 大坪頂小港機場這附近都有測量 小港機場等於我們是測量 我們測量 另外還有鳳鼻頭 大腦 鳳鼻頭你知道嗎 就在這附近 鳳鼻頭是我來測量 我一個人來測量 那時候工兵營在鳳鼻頭 我幫助工兵營測量 也是我測量的 那裡是測量飛彈基地 那裡是測量飛彈 那這個就是過去的 就像那個夢一樣